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用那个传统脚踏直线机来使用这个均匀压布脚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用传统脚踏来压线的 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桌面比较大 那我们就一样照那个原本的穿线方式去穿线 然后这个均匀压布脚虽然是比较现代的产物 但是其实只要是一样是这个低脚镜的 一样都可以使用 那我这一台它的穿线是由右到左 所以大家就是看它自己的机器怎么穿线 那我穿线钢 稍等一下 OK好那上线就穿好了 那一样就是把它拉到后面去 那我的那个 我的包柄 上次拿出来了 那我个人是比较 就是拿出那个 下线的时候我比较没有说直接用扯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就是把它给剪掉 然后顺着它的方向把它 抓出来 那这就看我个人的习惯 那我建议是说如果你喜欢直接就拉出来也是可以 但是可能要温柔一点 就不要太容易拉扯 不然它那个 就是这个缩壳 它有那个弹片在里面啊 就容易被拉坏然后线也容易被卷在里面 就是卡住啦然后 卡住的话就是 就是那个说可不可以坏掉 容易坏 那就变成说还要换线的 好 那我们就 开始了 那就跟正常车缝的 方式一样 那我喜欢那个针锯稍微调大一点 那我已经差不多调好了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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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看一下線機 就是有沒有喜畫 我不曉得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那我覺得我喜歡這句再大一點 所以我等一下我還要再挑大一點 那我就是前後腳擺動一下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倒是往前踩還是往後踩 它是那個手鈴是往我們自己的方向 因為我們那個前後腳踏一定要 你絕對不能讓它往不同方向走 不然你就是會咬線 去拿一下我的針叉 那我平常說這個壓線也沒有很 就是要求一百分啦 就是自己看了喜歡就好了 那我現在就是前後腳要動一動 然後我發現說 往前走這個手鈴是 就是這個方向是往自己的方向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很麻煩 還要穿Arrow的話 不喜歡的話 那你就是用自己的手轉一下 那記得就是針桿要抬到最高 然後這個條線桿也是 好那我就是車了三條 但是因為它是黑色的 可能大家看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